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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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交给自己心爱的孙子朱云门手中了 可让朱元璋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他的孙子朱云门仅仅做了四年皇帝 江山就被他的儿子燕王朱弟给夺走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勇者 竟然是朱元璋本人 朱元璋本意是清除掉位高权重的开国功臣 让权力都掌握在他们老朱家子子孙孙的手中 以达到江山永固的目的 可是他却漏算了 万一老朱家里出了不孝子孙 那该谁来惩治呢 结果朱元璋叙使仅仅一年时间 燕王朱弟就以清军策 进国南的名义 发动判断 并最终夺取了皇位 而建文帝之所 已在这场静难之役中被完败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手中无疆可用 因为最能打仗的将领 都被朱元璋给杀光了 在朱元璋清楚掉的一大批功臣之中 有一个人如果没被杀死 朱弟绝对不敢造反 篡夺皇位 他就是梁国公蓝玉 蓝玉是明初著名将领 早年在姐夫长玉春帐下效力 由于其有胆有谋 勇敢善战 屡立战功 因此被提升为大都督府千世 明朝建国后 蓝玉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他先后出征四川 墨北 云南 连战连戒 被朱元璋封为永昌侯 洪武22年1389年 时任大将军的蓝玉率领15万大军 在捕鱼尔海之战中大破北原 捷报奏传至京城 朱元璋大喜 将蓝玉比作魏清 李靖 并晋升蓝玉为梁国公 除了能征善战 战功显赫外 蓝玉和朱元璋还有一层亲切关系 蓝玉的女儿嫁给了朱元璋的第十一子属王朱春 而皇太子朱镖帝太子非常适 长玉春的女儿则是蓝玉的外甥女 因此蓝玉极力用户太子 朱元璋本人也有一让蓝玉作为太子的班底 蓝玉早就感觉央王朱帝是个有野心的人 因此经常告诫朱镖要留心此人 可是朱镖天性仁慈 对兄弟十分有爱 他并不把蓝玉的劝戒放在心上 可不幸的是 太子朱镖英年早逝 朱元璋只好把大明江山留给朱镖的儿子朱宇文 但朱宇文年纪太轻 朱元璋怕他镇不住居公自要的蓝玉 于是干脆在朱镖去世的第二年 以谋反的名义把蓝玉也干掉了 结果当阎王朱帝造反的时候 朱宇文手下再也找不出 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率财 三年的静纳之意 朱宇文从一开始的占尽优势 到最后的一败涂地 究其原因却只是缺了一个蓝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得很烦